兩年內嫁過氣新五虎 李彩華說 如果要生就會結婚 一個人勾遊 一個人看球 一個人自拍 假象全部都是假象 Ring從來都不是一個人 等等等等 過氣新五虎何遠行 就是李彩華嫁另一半 他們被撻近三年 星期六有周刊爆 Ring想兩年內結婚 他們經濟上絕沒問題 女嫁轉戰大陸拍劇幾年 吸金力得強 出了名是圈中小婦婆 男嫁離開大台後 投資冷氣、裝修和磁磚生意 都是雙人一個 兩個都是對方是結婚對象 不過最後記不記得成 Ring就說要聽男友的表現 其實是 我會說 如果我要生孩子的話 都會在這幾年結婚 但是所有的東西安排 都要由上天 又說現在所有東西都是天婦安排 他安排的 都是好虧 如果天婦安排你們閃分呢? 會不會閃? 你以為我抽閃卡嗎? 這麼快 慢慢來吧 不急得的 總之天婦要我快閃就快閃 慢閃就慢閃 那快點做事啦天婦 再見囉 再見囉 谢谢观看